身穿紅色戰袍的中華隊女將林玉婷 在亞運女子拳擊51公斤級的四強賽 交手四年前曾經在青年奧運 拿下金牌的中國好手常元 握有175公分身高優勢的林玉婷 在開賽就積極搶攻 不過在第一回合當中 五位裁判只有一位給予林玉婷10分 到了第二回合常元又發起猛烈攻勢 獲得裁判一致的青睞 就算林玉婷在最後一回合力挽狂瀾 掌握住了絕大部分的裁判分數 只可惜最後兩人的總得分 雖然相同但長元還是憑藉著前兩局的優勢 收下金牌戰門票 林玉婷則是以銅牌作收 對於今天的結果就是覺得比較可惜 對 因為其實就是自己是掌控 就是非常好的遊戲 然後其實也抓到滿多拳 但是可能沒有受到裁判的青睞 輸了但是自己也沒話說 就是自己還要再回去磨練 至於他的隊友黃曉雯 雖然也成功挺進57公斤級 第四強賽 不過由於他在八強的第三回合 扭傷左腳踝 經過診斷之後 確定是骨裂 讓他無緣繼續挑戰金牌戰 和林玉婷一樣 只能隱恨拿下銅牌 不過兩人的好表現 仍舊為中華隊 抱回了睽違48年的亞運全擊獎牌 而在女子柔道78公斤級以上 中華隊好手蔡佳文靠著敗部復活 晉級到銅牌戰 不過身高只有175公分的他 面對194公分 體重120公斤的中國好手王燕 蔡佳文的身材劣勢實在難以抵擋對手的攻擊 最後被王燕的請計給牢牢鎖住 讓對手只花了1分23秒就以兩個半勝收下比賽 無緣再幫中華隊進帳獎牌 外局新聞綜合報導